心太好了呢,这才是幸福的根本,而不是外在的东西。 外在的东西呢,反正会变化。 你的老婆啊,可能会跑掉啊,会跟着别人跑啊。 你的这个财富呢,不会执弃啊,尤其是因为今天六月世界呢,它是一个全球化的少来嘛。 实际上我们人会感觉到就是人的这种身份啊,对自己的命运你会感觉越来越难以把握。 为什么会越来越难以把握呢? 因为人要影响你的世界,你的因素越来越多,有形的、无形的。 你感觉不到,不知道哪一天在世界什么地方要发生一件什么事,你是意想不到的。 在过去的这个时代啊,如果在一个山村里边,这个,一个人如果几十年生活在山村里边,兴许非常逸致。 另外一个村啊,他们怎么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的。 对吧,你看看,你看911的世界,它就会充分地提出,说明了一个道理。 你看911,像美国那么一个地方,两栋大楼倒了,因为在过去谁会知道啊。 但是它对整个世界的金融呢,它竟然会造成如此强大的影响,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 那原因是怎么呢? 就是说,今天整个世界它已经形成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的,就是外在的世界能够影响我们的因素越来越多。 你知道哪一天哪一个家伙的那一场车,这个这个这个,这个这个一个书机出问题了,把那些恶武器拿出来的。 你知道怎么后,又来一些恐怖分子啊,来给你散布一些什么什么,什么,中华的那些,这些武器啊。 你都没有办法知道,你今天出去你能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,你的车开得好好的,人家可能转上来了。 有可能吗?都有可能,必须可能都存在。 所以外在的能够影响我们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了。 所以我觉得未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生存,你能不能活得幸福。 关键,将来斗争的不是说人能竞争,也可能不再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能力。 更主要还是要竞争你的心理素质。 一个人如果有良好的心理素质,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能力。 你可能走到哪里,你都被利益不败之地。 你面临着这种世界的风营变化,你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惨难的, 穷乳不惊的这样的心态。 我们知道像东南亚的风波。 你看当时在香港,有大批的人就进入风营变。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跳楼,分分地跳楼。 那有一大批的人就进入风营变。 那也有个人他可能就是有点难过,不至于说人。 那么也有的人呢,他可能对他的状态不会很大。 为什么同样面对这个社会的变故? 他所能够产生的效果不一样。 原因在哪里?原因在哪里? 原因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心理素质。 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啊,对财富。 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 一个人能不能对环境伤害,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东西是什么? 就是你对这个东西在乎的程度。 佛教讲的就是执着啊。 你执着的叶生,所谓执着就是在乎。 比如说你对感情,特别特别的在乎。 那你在乎的结果一样如果失恋呢,会怎么样啊? 那可能就要跳楼了。 那如果说你不是很在乎呢? 那失恋呢,你可能也有点难过。 那你不会那么难过。 对吧? 如果你特别不在乎呢? 那失恋就失恋了。 那你这种了不起。 那你对你的事业也是一样啊。 你对你的事业呢,这个,你的工资啊,你的这些生意的网来啊。 你对这种得识如果特别在乎的话,你每时你的心有可能都在七上八下之中。 如果你能够把这些看得比较荡然的话,那么这种得识啊,对你啊,就不会伤害很大。 就不会伤害很大。 包括你的家庭,你的儿女。 一个人我们能够,其实我们一个人可能都把握不了。 我们不要说外在的环境,我们没有能力把握。 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啊,对你的孩子啊,你能把握得你,你能决定你的孩子的命运吗? 你能管得住你的孩子吗? 你能管得住你的老婆吗? 你能够保证你的事业? 这个稳定的,稳定的发展吗? 没有办法。 我们不要说没有办法。 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。 你如果说好,一天到晚,沉溺在他的整个事业里边啊,忽略了自己的身体。 可是事业已经做得很好的时候,突然间一检查,身体已经不行了。 这种现象也大有人在啊。 我们不要说我们的身体,我们没有办法。 我们的心就是最难以把握的。 我们的心啊,就是最难以把握的。 就是一个人呢,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世界的一切啊。 这个佛教就是讲的是无常的道理。 人家说无常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。 经常有人说到无常啊,不要讲这个是消极的。 无常是消极的。 无常它是一种世间的真理,不是消极和积极的问题。 它是一种客观的规律。 事物的新陈代谢啊,无常变化,就是代表着一种规律啊。 我们人为什么不愿意介绍无常? 为什么不愿意介绍无常? 原来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观念里面充满着永恒。 我们一天到晚就希望永恒。 我们希望我的公司能够正常的硬作。 我希望我的这个人际啊,人事关系不要变动。 或者说我希望呢,我的家庭能够这个非常和谐的, 这些都不要变动。 能够保持这样的有钱的人啊,有地位的人啊, 他永远能够保持这个有地位。 有钱的人呢,才希望永远能够有钱。 但这是不可能的。 就是痴人说明,就是痴心。 痴心幻想。 因为如果即使你不可能,你最后还是要死的。 就是没有办法的。 就是无常是一种世间的真相。 如果一个人你认识到无常的规律, 你就可以坦然地面对世间的变化。 相反呢,你一定对你的地位啊,很知识啊。 结果你不是痛苦。 最后结果你不是痛苦。 而佛教讲的空啊,我们对这个佛教的空也有太多的误解。 其实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智慧。 这种非常重要的仁存智慧啊。 就是说,我们平常人对空的理解呢,就连空又什么都没有。 空又什么都没有。 不是这样子的。 不是这样子的。 空是最有的,最存在的一种做智慧式的套事。 空是最存在所做的一种智慧式的套事。 佛教里面有一句话,这个心经里面啊,这个心经非常好。 只有两百多个字,两百六十多个字啊。 它的智慧的内涵啊,太深厚了。 就是这个心经里面有一个公式叫做, 色不亦空,空不亦色。 色就是空,空就是色。 色,它就是代表这个物质的存在。 不是什么颜色,就是存在的现象。 当下就是空。 但是空呢,我们认识空啊,我们不要离开存在的现象去认识。 我们以为这个有,这个是代表着有。 那没有了就是空了,就是偷了。 不要认为有的存在的当下,存在的当下就是存在。 存在的当下就是空了。 如何来理解这个问题呢? 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空的观念啊,要跟这个言起。 要跟这个言起的理论啊,这个结合起来。 结合起来。 言起是佛教。 佛教对这个世界人生的解释有四个字。 我们大概记得了。 就是因缘因果。 因缘因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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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缘因缘因果这个字。 也就是世界的一切的存在败败。 都是因缘缘因缘缘因缘断的。 所以谷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诸法因缘分。 诸法因缘灭。 诸法就是一切存在的。 都是因缘决定它的存在。 因缘决定他的败败。 因缘我们可以把它理解的条件,就是并就是不要条件。 Pour discussed the answers Bu en gaoell ripping,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张桌子,桌子是个什么东西呢? 早天桌子是一个假名,我们可以不可以找来桌子不叫桌子啊? 可以啊,也可以叫礼子啊,也可以叫环子啊,对吧? 如果你觉得这个一定就叫做桌子啊,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论词。 但是在我们人的一种奇怪的观念里面,它一定就叫桌子,不叫桌子是什么? 当然人的生活交流它需要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案例,但是佛教叫做假名案例,这是一种假名案例,只是为了人的一种生活来关键。 如果你觉得它一定叫做桌子,一定就是桌子啊,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执着。 那桌子是个什么东西? 它本身是有一大些的材料,尤其铁钉,木工,还有人工。 这些众多的条件啊,这个众多的条件啊,都合合了之后啊,然后才有这么一个东西。 如果我们离开这些条件,桌子是个什么东西呢? 离开这个条件,离开我刚才所说的木头,或者离开铁钉,离开油漆,桌子是个什么东西呢? 桌子不能离开这个条件啊,不能离开这个条件啊。 所以桌子呢,所谓的桌子它只是一个因缘的假象,它只是一个因缘的假象。 那么多的这个条件都具备的,呈现这么一个东西。 但是这么多东西,我们给它按叫桌子的名字,只不过是我们给它切换一种标签啊。 其实每一种条件呢,它又有这么多条件的可能。 你比方说,木头啊,木头本身又有各种这个,各种严肃啊。 就是,就是说,你在这里边找不到一个叫桌子的东西。 离开条件,你找不到一个叫桌子的手机。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叫桌子的东西。 我们认为有一个,所以佛法的延起法,它主要破的就是独存。 认为不需要条件,先天就存在的某一个东西,这个在佛教里面认为不存在的。 所以,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延起性空。 就是它的自定是空的,一切都是条件决定它的存在。 不是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,桌子没有自己。桌子有没有自己呢? 桌子的自己是什么?离开条件没有自己。 我们讲桌子,房子是不是这样子呢?房子也是一样,房子的存在也是各种条件。 它是没有自己的。 那么以此,这个瑞吹啊,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啊,它都是由条件,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假象。 所以佛教用的这个假字就是非常好的。假,一切都是假的。 那么假的,它就是要也离两边。一个呢,就是要也实。没有,不是没有。 任何东西都不是没有,这个桌子也不是没有,人也不是没有,房子也不是没有,都是有的。 但是它的有呢,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有。不是一种真实不变的有。 它的有呢,是一种假有。但是也不是没有,不是实有。 你认为没有啊,这个在佛教里面称为断见。 就是认为断见。断面,这个是错误的。 那你如果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有的,这就是一种常见。 所以佛教的认识,它让我们续续建立一种中道的认识。 中道的认识也就是真实的认识。 真实的认识呢,就是要远离,常见而断见。 断见你认为,绝对的就是没有了。 常见,就是认为永恒不变的。 所以在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啊,它告诉我们这个,这个认识世界有一个公式。 这个公式也是非常好用的。 这个公式呢,就是这个,如果我们用这个桌子来说明这个公式啊。 这叫做所谓桌子。 既非桌子。 赤明桌子。 所谓既非,是明。 有口定口定。 这个,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桌子,它是一个什么东西? 既非桌子。桌子是空的。 它是没有一个桌子,这样的一个东西的。 就是桌子的本身,它是不存在的。 但是呢,也不是没有。 但是,赤明桌子。 就是桌子的存在,它只是一个假象。 是因缘的假象。 是因缘桌子。 就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实在的,固定的桌子, 作为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的,是不是没有的。 就是,所以任何事物的存在,它是既是有,也是空。 空呢,是什么?空呢? 就是我们所误以的很多内涵。 你觉得这个桌子啊,好看不好看啊,你喜欢不喜欢啊,有价值没价值啊。 那我们作为一般的人来说,我们都以为这个桌子就是有价值。 可是你不知道这个有价值是你家战区的。 你现在,你觉得有价值没价值。 但是也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,你就觉得没有价值了。 就是,价值是人负与它的。 好看不好看啊,这跟我们人的好物情绪有关系。 但是我们平常人都以为,这个就是好看,那个就是难看。 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一种情绪的表现。 把自己的一种情绪啊,投射到这个,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对象中。 然后呢,我们就去执着它。 执着它之后呢,我们就为它要死要活的。 但是这种要死要活的根源啊,还是你自己的一种自己的心态里就在断来断去的。 如果就是这么一个木头,它就这种假象,它是不真不解的。 就是佛教的这种空的智慧啊,它就是帮助我们这个臭事,这个事物的真相。 那么从佛法的修行上来说呢,空最主要还要扣除我们人的这种我质。 就是自我、自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。 因为人,这个人的最大的缺点,它就是指我,处处以自我为中心。 这个佛教认为呢,人的一些火啊脑和社会的一些罪恶,它的根源都是一种自我心理。 都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心理。 如果一个人总想着自己啊,自己的德质啊,自己的地位啊,这个人一定就是活得特别痛苦。 特别烦恼的人,你们可以这样去观察。 如果一个人能够处处想着大家啊,很少想着自己啊,这个人一定就是过得很开心啊。 就是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,看看是不是这样子。 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个人的这种强烈的自我的观念啊,是导致人的产生法老的根源。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本来是无限的,从佛教来说,生命是无限的。 佛教说我们的人的心啊,心包叹息,亮招杀戒。 这个人,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无限的,宇宙是无限的。 那人有没有能力认识世界,人有没有能力认识宇宙。 从佛教来说呢,人的心也是无限。 那无限就可以认识无限,这是一个对应啊,这是一个对等啊。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,因为我们人有了这种强烈的我之之后啊,所以我们的生命呢,就从无限变成有限。 从无限变成有限。 我们有的人,可能我们的整个心。 有的人,他的整个心就在一个人的身上,这一个人就是他的整个世界。 有的人,他的整个心啊,可能就在一个家庭上。 那这个家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,从佛教的维士的角度来说啊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。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,不是说大家都是活在一个很客观的世界里边,不是像主人。 因为你这个人啊,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。 那么这个世界的大和小,主要是取得于你的我之处,你的直处啊,你这个世界的直处。 有的人,他就是,他的整个世界很狭矮。 有的人,他的世界就很缓满,就很开阔。 所以佛教的这个空的这个理论呢,他最关键就是要打破我们的我之,打破你的生命的有限。 因为这个我之,才使得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有了无穷无限的滑脑和痛苦。 就是,那么如果一旦打破我们之后,你的生命就会回归到你的这个新的一种原始的自然一种状态。 那你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很自在的人啊。 我们的生命呢,从佛法来说啊,一切众生都有佛性,每个人都能成佛。 这个成佛就代表着什么呢?就是说,你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无量的这个智慧,无量的光明,无量的能力,无量的这个各种功德啊。 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这种,这种狭隘的这种我之的关系啊,然后呢,使得我们人啊,就活在这样一个由我之建告起来一个很有限的世界中。 本来这个心是像太极一样了,心不太极了,这个这里面有很多能力了。 但是你现在呢,你现在的生命仅仅是活在一个由你的我之啊,所建立起来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境界的天安。 所以使得我们呢,就不能够,这个,我们尽管我们的生命无限的这个能力啊,都得不到开花。 学佛的修行呢,就是要放弃这个后篇的这个我之所建立起来的执着,烦恼痛苦。 然后呢,打破这个我之,然后最后把你生命的这个宝藏啊,开花出来。 那么这个就是要通过一个对佛法的学习,这个如何的破除我之。 所以整个佛法的修行呢,这个它就是破除我之。 这个参修里面讲的开悟。一半打下去,这个开悟。 这个开悟就是打开这个生命的宝藏啊。 那我们平常呢,都是活在这个后篇的,这个我之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成念。 那我觉得这个佛法呢,修学佛法,对我们认识人生,认识生命啊,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在座的这位同学呢,你们尽管有很多知识。 你们可能有历史的知识啊,文学的知识啊,这个,什么哲学的知识啊,什么赚钱的知识啊,吃饭的知识啊,很多知识。 但是呢,其实有一种知识,是我们所有的知识里面最根本的知识。 那就是什么知识呢?做人的知识。认识自己的知识。 我们一个人,这个,你可以不做某一项工作,你也可以当时不吃哪一个东西,你也可以当时哪笔钱啊,你可以不要去赚了,没有关系。 但是你不可以不做人。做人啊,他是不可以请假,也不可以退,死了就退休了,只有到死了才退休了。 你没有死,你也可以请假。也不可以说,那我不做人呢。也有人他可能就不做人了,他一切当然做的都不是人该做的,那可能就是谁不做人的表现。 所以,这个,人生的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认识生命啊,认识怎么做人啊,这才是人生信物的根本。 如果你们学法对人的认识,这个习惯里边,习惯哲学里边最,这个典型最重要的一个名记啊,就是认识你自己啊。 这些人是哲学了最高的定见,那么也是修学佛法啊,他的一种最高的定见。 就是真正确实认识自己的习惯。那如果不了解自己啊,我们只懂了一味的向外接触,只懂了赚钱啊,只懂了做学问啊,可是对自己丝毫不了解啊。 你想幸福啊,没门,一点门都没有了。所以,我只想现在这个社会呢,这个教育啊,就是很有问题。 因为培雅宗斯这些实际技能和一些更实际的掌握啊,就是忽略的对人文的知识,做人的知识。 你看古代儒家的教育,他就非常的误似这个做人心的教育。 那每一个人都培养的像一个电脑的零件一样,只会赚钱,只会做一个很具体的东西。 可是在面对人生困惑的时候,少诸无措啊,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并乱逃逸。 在西方出现那么多邪教,像我们中国啊,出现法人工。 你看这个法人工的阵型啊,这个中科院啊,清华就是重灾区。 很多很多那些什么博士、硕士啊,什么工程师啊, 新法人工呢,比几件事。我在清华的一个论坛的一个版面上还看到,就是有那几个在美国留学的, 中国到美国留学的这些学生,国士,还有什么科学家,什么之类的。 那写了一本就是推荐,政治的推荐这个法人工啊,如何如何的好啊。 因为这些人对人生的知识,惊人的无知。 所以不要,也就是什么什么,就是说,我们已经拿到很高的学历的, 这个什么博士啊,或者教授啊,但是如果对人生的知识,如果依然无知的话, 这个,那么就是说,你想要把这个人生的几十年,虽然是很短暂, 但是你可能要把这个人生的几十年过好也是容易的, 能放生命还有无尽的这个未来啊。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知识在这个一切的知识里面,它是最根本的知识, 就是做人的知识。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,我们身在这个世界,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的生命。 只有良好的这个心态,正确的人生的观念,那么你的生命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 如果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念,缺乏一个良好的心态啊,你的外在的物质条件, 没有用呢?生活简单,一样能过来幸福。 其实真正幸福的原则是简单,真正健康的生活是简单,而不是富有。 而不是非常非常富有什么都有,但现在人什么都富有。 可是他没有时间想到,他也没有心情想到,那对你有什么用吗? 那是给别人看的。别人觉得你很富有。别人觉得你很幸福,你是不是幸福? 如果我们说,大家都觉得你很幸福,可是我自己觉得很痛苦。 你说这个人是幸福还是痛苦?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忽悠,可是事实上他自己还是感觉很贫穷。 可是他有几千万,因为他一千到晚,他的目标是几亿啊?几十亿啊?那你说他是贫穷还是贫穷? 所以从这个人的感觉上来说,从幸福的角度来说,这个幸福是唯行还是唯物? 幸福是唯行还是唯物?我们说一年到晚都说唯物。 但很多东西事实上,人是活在自己的心态中的,感觉中的,而不是活在一个很客观的世界中。 如果是活在一个很客观的世界中,那幸福就可以量化,那这个事情就好办。 我有十万的,这就是一个幸福的标准。一百万就是幸福的标准,这就好办。 但富有不是这样子,不是这样子。 从老子说的他的学生,也非一单只去调营,人也不堪其忧,我也不敢去其乐。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。所以什么样的生活是健康的生活? 什么样的生活?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。 一天到晚赚钱,把自己啊,你也把自己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。 你说这种生活是不是健康? 那你看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,他的经济实际上不发展, 你怎样西战这个地方啊? 这个,他的经济的发展可能比不上我们。 可是他们这个民族啊,他们一天到晚过得很快的,包括劳动他们都在唱歌。 这个六亿儿童也朝着要过上班天啊。 他们节目特别多。 比如说,他们每天都活在一种,都活在一种很开心的生活。 它竟然很简单。 那你要觉得,其实呢,相比之下,我觉得他们这个生活比我们的生活还是更健康。 我们以为赚钱为目的,但不知道人生应该是享乐。 但是,当然我所说的享乐嘛,就是说,相对赚钱来说,如何享受生活啊? 应该说这个是更重要的。 但是我们呢,在这一点啊,欧西班人啊,他就比我们可以生活。 比我们会过日子。 这个,我们到一些欧洲啊,澳洲啊,很多地方啊。 我看他们呢,就是啊,晚来发样多了,不得了。 就是,一到这个工作五天,到了假日啊,他们全都休息。 没有人会去干活了,店门老早就关了。 这个,他们很不够日子。 就是,所以还寻找一种健康的生活。 这个才是人生幸福的生活。 但我们现在的人,最大的问题就是,太缺乏这种正确的人生观念。 就是,尤其我们这个,就是说,我们学这个文科的同学。 我们应该更有,更有这个条件啊,去了解这个传统文化。 嗯,就是说,现在世界的文化呢,从十六世,这个十六世纪以后啊, 基本上是西方文化的时代。 我们现在所说的,现代化,它其实就是一种西方文化。 现代化的结果呢,千篇一律。千篇一律。 你去了一个地方啊,整个世界都一样了。 就是,你说台北啊,北京啊,上海啊,中京啊,有什么区别啊? 纽约啊,曼谷啊,没有什么区别。哪一个现代化城市都是这样子,高度大法,水平干净造冰。 除了这个三样东西外啊,没有别的东西啊。 所以这个现代化呢,当然像西方国家,像欧洲有一些国家, 他们还是很重视保护这个房子。这个像巴黎啊,那个古建筑都被拆掉了。 我们在巴黎啊,那些街上啊,它的房子很明显。 有四百年的,四百年历史的,三百年历史的,两百年历史的。 我们一样住了这种干净水泥式的房子啊,那个都是平民住了啊, 政府现在呢,就是平民用的。像这个澳洲啊,巴黎啊,新西兰那一带啊, 当然因为他们的国土的面积比较大,所以他们住的都是小别墅啦, 包围都有相应的花园。一个城市,你看这些都是绿绿绿绿的,这个树木而不是这些高楼大厦啦。 啊,相比之下我们这个人,我解释了都不像,这个,这个,就是说, 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,它会,现代化的城市,它就是人为的, 把这个人和大自然严重地割离开来。人在这样一个非常浮躁的环境里面啊, 人它就自然就会变得很浮躁,就会变得很功利。 嗯,这种这样的环境的这种现代, 看来来一看。 有点免费的关系是整体的环境。